前香港小姐冠军叶翠翠 与圈外建筑师老公周晓东7月结婚 周晓东前妻却因为赡养费及女儿的生活费的问题 入领家室法庭申请快期 要求周晓东于新婚第五日就要上庭 当然叶翠翠以老公家属身份于庭内听审 但前妻于庭内提出要求不准叶翠翠听审 叶翠翠当时无奈离开法庭 9月25日中午叶翠翠再陪同老公出庭 夫妻俩实时紧扣现身 直到下午两人才离开法庭 不知道翠翠又没有正面迎战老公前妻呢 有传周晓东前妻申请在前夫新婚后就马上上法庭 是要阻止他们去度蜜月 他的计划又成功令他们延迟了蜜月 可是他们最近终于成行 翠翠透露刚刚跟老公去玩欧洲回来呢 之前去了土耳其和去了西南 去了多久 去了差不多20天 有没有做人 没有啊 因为你都要当面说一说 因为他经常说 怕我有了小朋友之后就不理他 他自己都是这么说 所以可能会迟一点 但都会是一个计划之中的 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 前香港小姐冠军叶翠翠 与圈外建筑师老公周晓东7月结婚 周晓东前妻却因为赡养费 及女儿的生活费的问题 入领家事法庭申请快期 要求周晓东于新婚第五日就要上庭 当然叶翠翠以老公家属身份于庭内听审 但前妻于庭内提出要求 不准叶翠翠听审 叶翠翠当时无奈离开法庭 9月25日中午 叶翠翠再陪同老公出庭 夫妻俩食指紧扣现身 直到下午两人才离开法庭 不知道翠翠又没有正面迎战老公前妻呢 其实没有啊 因为我在个房那里坐在那里等他 就是都是想陪先生来支持他 那所以都一去到就坐在房里 那就处理自己的事 就没见到面 有传周晓东前妻申请在前夫新婚后 就马上上法庭 是要阻止他们去度蜜月 他的计划又成功令他们延迟了蜜月 可是他们最近终于成行 翠翠透露刚刚跟老公去玩欧洲回来呢 之前去了土耳其和去的西南 去了多久啊 去了差不多20天 有没有做人啊 没有啊 因为因为是咯 你都要当面讲一讲啊 因为他经常都说 怕着我有了小朋友之后呢 就不理他啊 他自己都这么说 那所以就可能会迟少少了 但是都会是一个计划之中的 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